-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大师开讲 我是林佩怡 今天我们的工作方式不断地改变 比如说居家办公 移动办公 共享办公室 共享会议室等等 科技的发展不断地推升 在PC方面我们会看到有AI的应用 VR AR IoT等等 PC其实是作为工作的核心 我们观察到PC的需求 其实有两个设计发展方向 第一个是小型化 第二个是高性能 那Dale就观察到这两个用户的一个需求 我们发现到高性能跟小型化 打破传统PC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Dale也推出了创新的 ARTRA Micro支架解决方案 还有Power PC等等 有别于传统设计的PC设计解决方案 满足用户灵活空间部署 还有高扩展性 高性能 高计算能力的需求 在小型化方面 我们会看到有创新的ARTRA 它其实是把支架 整个隐藏到萤幕的支架里头 那这个就是一个PC的主机 其实它很适合在这种客服中心 公司前台 图书馆 医疗院所 或是量体温的地方 或是餐饮的收银台 其实都非常的需要这样的一个机器 那它还可以搭配不同的萤幕尺寸 也可以方便拆卸 方便带回居家办公 那大家不陌生的Michael 其实也是一个小型化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只有1.2升 大概是一个笔筒大小 可是它的这个IO接口非常的齐全 而且它已经可以支持到高级显卡了 Michael最独特的支架解决方案 可以把它背到萤幕的后面挂架上 或是说放到桌子下面 都是可以应对所需要的办公空间 采用的不同支架解决方案 Michael解决方案其实呢 我们也观察到非常受到客户的喜爱跟采用 所以我们Smart PhoneFactor这个小型机 也推出了AIO支架解决方案 可以方便用户或企业进行空间的一个管理 在高性能部分 我们关注的是处理计算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 高性能的扩充性 还有电源跟高级显卡 这四个部分 那有Opti 7090的Tor 其实就最高可以支援到i9 8核的处理器 120G的记忆体 500W的电源 而且最高的显卡可以支持到RTX的3070 或者是GTX的1660 Super 满足用户在这种高性能需求 或是商业的VR AR的用户体验 所以总的来说 DALE推出了不同配置机箱尺寸规格的 这样的一个PC解决方案 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跟空间的一个环境应用 不管工作未来如何的转变 包括这种居家环境办公或减省空间 或是这种高性能高扩展性 高运算能力的需求 DALE PC总有一款适合你推荐给大家